据上海卫健委 5月17日0到24时 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6例和无症状感染者759例 其中56例确诊病例为既往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40例确诊病例和759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新增本土死亡3例 平均年龄69.7岁 最小年龄66岁 最大年龄74岁 患者入院后 原发疾病加重 经抢救无效死亡 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基础疾病或肿瘤